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一节目可看 向左和蒋陆霞还都传授了简单易学的防身术 更有站桩推手小游戏热场 让观众在欢乐的同时感受中华武术 特别是国风歌舞表演 让许多人羡慕现场的观众 但近日节目组把第二期的节目改成了特辑 把原本德云鼓曲社表演的节目全部删掉了 只留下了王慧跟徒弟们在台上谈话的镜头 泪洒现场 要知道 前段时间郭德纲陪同夫人王慧录节目的视频上了热搜 而那次的录制的节目就是青春首艺人 节目组的这个特辑也引起许多网友不满 青春首艺人第二期播放的特辑仿佛看了个寂寞 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看到 第一期的精彩回放和第二期的节目预告组成了这一期的特辑 而真正有用的是王慧唱鼓曲的情节 但是这段情节被无情地删去了 特别是王慧在台上唱探情文 郭德纲在台下深情观看这个镜头没有了 虽然节目中王慧留下的镜头虽然只有几十秒 但是依旧很感人 我们看到了流着眼泪说鼓曲离开观众时间太久了的德云社董事长王慧 听到了鸾云平有着哭腔依然主持节目 台上的演员都感动的落泪了 有句话说的好 为什么你的眼中常寒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这句话放在德云社 放在王慧身上 可以这么理解 王慧从小就是鼓曲演员 九岁登台 十二岁第一次上台演出 十四岁曾在天津举办个人鼓曲专场 因为从小热爱这门艺术 所以现在看到鼓曲 越来越没人听 心里很着急 可以说自从德云社走上正轨后 师娘王慧就一直谋划着振兴鼓曲 如今这个愿望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德云社从春季开始招收的学员 都是唱鼓曲的 天津的鼓曲有很多种类 比如梅花大鼓 月亭大鼓 西河大鼓 京韵大鼓等 德云社招收的学员 根据自身的条件 学习了不同曲种的大鼓 王慧为天津大鼓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门艺术能长久的传下去 而不是被印在课本上 写在失传的传统文化册子中 从节目中留下的镜头 就可以看出现场多么的感人 王慧流泪 说鼓曲离开观众的时间太长了 好像把鼓曲没落的责任都背到了自己身上 听完这些话 鼓曲的伴奏老师们都感动了 心里默默的流泪 感慨鼓曲的发展太难了 如果没有德云社 没有王慧出来重振鼓曲 那么乐队老师就可能在家一样天年 怎么可能会跟心爱的三弦琵琶还能同台演出 当然很多网友猜测 节目组删除视频是因为避嫌 青春首艺人节目的主持人是德云社演员担任的 自然会认为这是德云社自家的节目 而王慧参加首艺人的节目是为了宣传天津鼓曲 从鼓曲的演唱者王慧到鼓曲的伴奏乐队老师 都是跟德云社有关的演员 王慧年纪轻轻 并且退出鼓曲演出多年 怎么可以代表天津鼓曲做宣传呢 天津鼓曲还有很多老艺人在世 唱得好的艺人比王慧强的有的是 如果王慧录制的鼓曲节目在天津电视台播出 在网络上播出 难免会有人指责王慧是孤名钓鱼之人 借助宣传传统文化 实则是为宣传自己 或许这是最好的安排 德云社向来都是干实事的人 鼓曲社现在还不成气候 所以低调行事 将来有一天 鼓曲社跟德云社一样 可以全国各地开剧院 接商严 那么王慧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那个时候的王慧一定会出现在节目中 成为鼓曲的代表人物 王慧喜欢这门艺术 怕他以后没有了 所以提到鼓曲就会情不自禁的流泪 鼓曲是传统曲艺 传承需要演员 需要更多人的关注和喜欢 而且节目组删除相关情节 也能让鼓曲与演员更晚地接触媒体 让他们潜心好好学习 给鼓曲发展更大的空间 现在不需要关注德云鼓曲的现状 将来他一定会一鸣惊人 我们期待鼓曲能像相声一样 广受大家喜爱 热捧 我们共同期待